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警方在作案后劫持了一辆汽车逃往临近的新泽西特伦顿 警方最初认为嫌犯将自己锁在特伦顿的一栋民居内 但是在包围这个建筑物数小时之后 警方在傍晚的时候表示 枪手最终是在附近的街道上被逮捕的 警方表示26岁的嫌疑人名叫安德烈·戈登 他携带着A-15式突击步枪 在逃往特伦顿后 据了解躲藏在一栋住户与他存在家庭联系的住宅内 在戈登刚进入住宅时 屋内还有其他人 警方在赶到现场后包围了该住宅 并在稍晚时候确认 住宅内的其他人员以及邻居都已经安全撤离 在经过数个小时的僵持后 警方在今天下午5点半左右发布消息称 戈登已经被拘捕 但他并不是在住宅内被捕 而是在附近的街道上被抓获的 没有人在该过程中受伤 警方称 很显然 戈登在警方设立包围圈前就已经从住宅内溜了出去 根据宾州福尔斯镇警方的说法 今天上午8点52分左右 警员被派往Viewpoint巷的一处住宅 发现那里有两人被枪杀 死者的身份已经被确认为枪手戈登 52岁的继母凯伦戈登和13岁的妹妹凯拉戈登 警方表示 千案发生时 住宅内还有其他三人 包括一名儿童 他们进行了躲藏 没有被枪手发现 从而逃过一劫 随后在上午9点01分左右 第三人在埃奇伍德项的另一处住宅被枪杀 受害人25岁的泰勒丹尼尔是戈登两个孩子的生母 当时屋内还有其他四人 其中一名女性被戈登用步枪殴打受伤 她目前已经被送往附近医院 警方表示 在枪杀三人后 戈登在9点13分左右 在附近的一家Dollar General的停车场内掏枪对准一名44岁的男子 并劫持着他的汽车逃离 司机并没有受伤 警方随后展开搜索 并在当地发布了就地避难警告 警方描述 戈登身高约6英尺1英寸 身材瘦销 被最后目击时身穿深色连帽运动衫 他劫持的是一款2016款深灰色本田CRV 挂有边州车牌 警方还说戈登据信是一名游民与新泽西州特伦顿地区存在联系 而后警方于上午11点38分在特伦顿发现了被劫持车辆 大约中午12点半左右 警方被告知戈登躲藏在当地的一处住宅内并劫持有人质 根据宾州官员的说法 这起枪案还导致原定于周六上午举行的巴克斯郡圣帕特里克节游行 已被取消 川普政府的白宫顾问纳瓦罗昨天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 试图让自己免于入狱 并推翻两项藐视国会罪的裁决 纳瓦罗在周一被命令于3月19号 也就是下周二到迈阿密监狱报道 服刑四个月 去年9月 他因为拒绝向调查1月6号国会袭击事件的国会众议院特别委员会提供证词和文件 而被判犯有两项藐视国会罪 纳瓦罗的律师伍德沃德在向最高法院提交的文件中辩称 毫无疑问 纳瓦罗既不存在潜逃风险 也不会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 应该在上诉期间免于入狱 在这起案件中 纳瓦罗辩称 他的证词和文件属于前总统川普的行政特权 但没有得到法院认可 伍德沃德在给最高法院的文件中指出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 这是第一次一名总统高级顾问 因对国会传票主张行政特权而被判藐视国会罪 他还说上诉中提出的问题会导致定罪被推翻或进行重审 如果紧急上诉未能获得最高法院的支持 那么纳瓦罗将成为首位 因1月6号国会骚乱事件而在监狱服刑的前川普顾问 路透社今天报道称 SpaceX正在根据与美国情报机构签订的一份机密合同 建立一个由数百颗间谍卫星组成的网络 星顿Starshell 这表明亿万富翁马斯克的航天公司与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的联系已经不断加深 据报道SpaceX的星顿在2021年与美国管理间谍卫星的情报机构 国家侦察办公室签署的价值18亿元的合同 如果成功 星顿将显著提高美国政府和军方快速发现全球几乎任何地方潜在目标的能力 该间谍系统包含数百颗具有地球成像能力的低轨道卫星 它们可以跟踪地面目标 并与美国情报和军事官员共享数据 原则上这将使美国政府能够快速捕捉全球几乎任何地方地面活动的连续图像 从而协助情报和军事行动 在谈论星顿的覆盖范围时 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没有人可以隐藏 据报道 从2020年开始星顿已经发射了大约十几颗原型卫星 其中一些由SpaceX猎鹰9号火箭发射 国家侦察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承认其开发复杂卫星系统的使命 但拒绝透露SpaceX参与该工作的程度 星顿计划被曝光 不仅表明五角大楼对近地轨道卫星系统的投资增加 也反映出情报机构对SpaceX的信任日益增强 马斯克与拜登政府存在冲突 并因为在乌克兰战争中如何使用星链 Starlink卫星连接的问题而发生争议 据报道 星顿与星链是分开的 后者是SpaceX不断发展的商业宽带星座 拥有约5500克卫星 为消费者公司和政府机构提供近乎全球的互联网 西点军校的校训自1898年以来就一直没有改变过 然而近期在更新学校的使命声明时 校方决定将校训从使命声明中移除 虽然校训本身并没有改变 但是这一决定还是引发了一些人的不满 西点军校的使命声明通常是简短的一句话 会定期更新 1998年 责任、荣誉、国家这三个词构成的校训 首次被加入使用声明 该校迄今为止 史上最年轻校长迈克阿瑟 曾在1962年卸任校长的告别演讲中 向学生们强调了这三个词的重要性 称这指明了他们的为人准则 道德标准和努力方向 然而校方在新版本的声明中表示 更新后的使命宣言将陆军价值观纳入其中 培养、教育、训练及启发学员 使其全心致力于陆军的核心价值观 并准备投身于为军队及国家提供一生的服务 尽管校训不变 但这一小的改动还是让一些人不满 一档个人博客主持人发帖写道 西点军校宣布 其校训将不再包含在其使命宣言中 相反 它将被军队价值观取代 西点军校正在觉醒 我们正在看着我们的国家慢慢消亡 迈克阿瑟将军要掀棺材板了 另一档节目的联合主持人也表示 西点军校已经成为全球的全球主义者 并且故意拒绝招募年轻的美国爱国者 并为非法雇佣军腾出空间 好的 继续我们的节目 39岁的纽约市警华裔警员张世兴 在农历新年期间获得了晋升 成为警局内最年轻的华人独察 去年10月 张世兴被调职到警局公共信息部 这与他过往的工作有哪些变化呢 下面请大家跟随我们本台记者的镜头 去了解一下他的工作日常 去年10月调任到纽约市警公共信息部的 DCPI华裔长官 39岁的张世兴 在农历新年期间获得晋升 成为最年轻的华人督察 张世兴是来自广州的第二代移民 他的父母和大多华人家长一样 希望他可以从事医疗行业 成为一名药剂师 但他却想要寻找一份更具挑战性的工作 2006年 他背着父母选择了 可以多方面发展的警察行业 到如今已经超过17年了 张世兴说 他的目标是成为三星警司 他想用最积极的方式成为亚裔的代表 在来到DCPI前 他先后担任过市警地铁布鲁克林分局 和曼哈顿分局的指挥官 张世兴说 17年来他遇到的最棘手的案件 是负责指挥了2022年4月12号 在布鲁克林36街地铁站发生的袭击案件 36th Street, 4th Avenue 有10人被撵了 那是一个特律 那是一个特律的攻击 在城市 那是我的指导 那是一个很严重的日子 我仍然是年轻 但让我们与更年轻的年轻 当世兴认为工作内容的多样性 是纽约市警的魅力之一 而DCPI的工作更是可以极多方面于一身 是他目前为止做过最好的工作之一 去年10月 纽约市警副局长谢波德 到DCPI上任后 着重加强了部门内部的族裔多样性 现在DCPI共有7位华裔警员 他们了解华人文化精通多种方言 张世兴还带着记者 参观了他们位于市警总局13楼的办公室 介绍了他们的工作日常 张世兴说 DCPI和市警其他部门一样 24小时都有人在工作 主要工作时间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 在这个50人的办公室里 大多警员负责媒体关系 回答媒体问题 以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公开信息 也有很多去出外勤 负责安排采访 准备新闻发布会 撰写演讲稿等 Gate Sergeant Riley He's part of our media correspondence email team We respond to approximately 20-25,000 emails every year Every year Everything from a request for a comment request for an interview data requests and then it's our job to decide what we're going to say and determine whether we can get that data and then report it over to the requester Our social media team basically fields all Instagram, Facebook, Twitter We run the main accounts for the NYPD which is close to having 2 million followers over 2 million followers We update the public with any breaking news traffic advisories any active police investigations that might disrupt everyday life and also updating the public about all the great work that the men and women and the NYPD are doing from arrest to rescues so it's a very busy day all day and our team does a great job at it 昨晚赵彩 Mega Millions 再次没有开出投奖 这使得投奖奖池 已经激增至8.75亿元 昨晚开出的投奖中奖号码为 13、25、50、51、66 和金色超级球6 在连续28次没有开出投奖赢家后 赵彩下周二开奖时的投奖奖金预估 已经达到8.75亿元 这是该彩票历史上第五大大奖 前四名的奖金都超过了10亿元 上一次赵彩开出大奖是在12月8号 而有史以来最大的赵彩投奖 是去年8月8号开出的16亿元 由在福州海王星海滩售出的一张彩票赢得 除了赵彩将在今晚开奖的进球彩票投奖 也已经攀升至6亿元 不过无论购买哪种彩票 中投奖的几率都微乎其微 节目的最后再次提醒您了 中文正典现在已经正式上线YouTube了 欢迎大家在YouTube上点赞订阅留言 并开启小铃铛 以便您及时获得我们最新的新闻推送 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祝您周末快乐 祝您晚安